欢迎来到本周的V生命运术 大家好 我是Wendy 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呢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生命运术九宫格四八这条连线 在亲朋好友的关系相处上 以及跟亲密的另外一半相处时 内心的渴望以及行为特质 四八这条连线呢 主导的是勤劳还有热于学习 它也代表的具有决策力 以及能力十足的特质 进到今天的内容之前呢 不免俗的要来跟大家分享 四和八这两个数字 分别代表的意涵是什么 四这个数字代表的是 目标性高 几率高 不放弃的特质 八这个数字代表的是 喜好学习 财务敏感度高 细致度高 综合以上两个数字的特点 四八连线在关系相处当中 我们也叫它最佳军师线 在关系中很愿意担任 陪伴和讨论的角色 数字四代表 你们非常讨厌高风险 以及数字八追求成功的 这个特质有关 在关系当中 你们是非常有纪律 且主动性高的人 容易让自己变成团体当中 或者是职场领域 还有亲密关系中 被信任的人 特别你在职场中 是一个很容易接近 权力核心的关键人物 因为四八连线的人呢 在关系相处当中啊 很害怕遇到只说 但是不做的人 特别是那种满口道理 但是没有行动力的人 因为你们本身非常享受 紧凑的行程 然后不间断的学习 以及和成功人士的交流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会让你们有踏实感和满足感 所以我是把它连线地 愿意花时间跟对方讨论 拟定策略 并且愿意陪伴对方一起去执行 一起进步 一起成长 因为你觉得这一切的 每一个一小步 都会是你们未来能够发展 长远且稳定关系当中的 很重要的过程 有四八连线的人呢 你们的本质哦 就是勤劳嘛 然后不轻易放弃 以及标理合一 你们不怕生活当中遇到困难 因为你们相信 只要愿意努力 一定能够找到突破和改变的机会 但是有的时候呢 遇到这种抗压性 比较低 或者是容易放弃的人 会让你们内心出现 想要远离 或者是觉得说 嗯 为什么你会有这么轻易 就放弃的这种心情 在你的身上 所以如果说在你的 朋友关系相处当中 或者是任何的一种关系当中 如果对方是太轻易放弃的 其实会让你出现 一点小小嫌弃的心情 在你的心里 那有四八连线的人呢 在跟亲朋友相处的时候 你们也是亲朋友当中 眼中觉得执行力超高 而且很细心的人 你们愿意主动 表达你们的疼爱啊 和认同 让对方知道 你们对于他们的付出 其实是很真的 然后你也不会有带着 任何的批评的心在里面 但你要帮助他的时候 你就是希望他能够是 拿到他最想要的资讯 但有的时候啊 你们的高执行力 还有活力十足的特质 会不小心让身边的人 有一点点的压力 所以温妮姐要建议 有四八连线的人 不要把自己觉得 美好的生活逻辑或是SOP 套在别人的身上 也不要呢 过度放大 或者是偏执的坚持 你们的想法 才是最适合的 适合这个词的定义 其实是从人出发 那从个人出发的话 你的定义 跟他的定义 其实是有一点点 不太一样的 所以身边的人 如果说 不知道怎么跟你去表达 他跟你不同的想法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觉得 在你的身边 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温妮姐要跟 有四八连线的人说 每一个人 在面对事情的感受 是不一样的 只要大家能够去确定 你们最后的结果 目标一致 不论他是怎么做 或是他所需要的时间 和探索的方式 我们必须给对方尊重 还有祝福对方 因为这才是 真正信任的表现 那有四八连线的人呢 在跟情侣相处的时候 你们会有什么方式 来经营你们的爱情呢 你们有三个四 在这个线当中 因为八等于两个四嘛 所以再加上四 所以有三个四 在四八连线的 连线数当中 这个会让你们 非常非常的 愿意用心 去经营你们的爱情 用尽心力 因为你们希望 但求为心无愧 不要有遗憾 那我觉得这个啊 很容易让你们本身 会比较辛苦之外 还是一样 会比较容易 在你不自觉的状况下 会给别人莫名的压力 这个压力其实是因为啊 你们太善于观察 以及你们会很用心的 去记录对方的需要是什么 并且你们会认为 用你们觉得适当的方式 来去提供你的一些建议 还有资源给对方 但如果 如果在一段的关系当中啊 你们并不是一个平等的 对待关系 只是你很认真的观察 你很用心的付出 但对方并没有这样 同样的回馈的时候 很容易啊 让你甜蜜的付出 变成是 拿你的热脸 去贴别人的冷屁股 你们一定要先确定 先确定对方 是不是跟你 有一样的目标价值 有一样的期待 让你遇到的那个人 会知道说 能够遇到你 能够跟你谈恋爱 其实是一件 非常幸运的事情 因为只有你 能够享受到 他这么细心 并且愿意付出 还有不计较的人格特质 在你们的 这一段关系当中 但是如果对方 没有这样子的 跟你有一样的 共识的时候 你很容易 在他的眼中 变成是一个 控制于很强 操控于很强的 恋爱对象 所以呢 温姐姐要建议 有四八连线的人 一定要先确定 你们的目标一致 然后同时 你自己本身 也要适当的调整 对方的相处模式 因为我觉得 最甜蜜的相处 其实是互相 所以你们应该要成为 彼此互相 觉得甜蜜的礼物 而不是另外一半 在相处当中的 一个负担 以上呢 就是我们针对 生命因素 九宫格 四八连线的人 在情感相处当中的 需要 以及展现的方式 希望你会喜欢 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温的 大家ãy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